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做的 说想的 说说的话 它是不是全部都是就像一个电脑的程序一样 是不是全部都变好了呢 不是 不是 这个佛教的有一本书叫做《伟时宗》 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这一生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过去上一世已经安排好的这种说法呢 它不是佛教的说法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另外一个宗教的说法 所以佛教它不认通 佛教认为缺失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原因 也就是上一世上一上一世的这个 这个有跟它有关系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上一次就上一世就安排好 它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很多比较重要的事情呢都是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说服自己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所有的事都是跟过去有关系啊 大部分都有的 谢谢大家